英国伦敦的唐人街区附近 警方拉起一条一条封锁线 因为这里发生骇人的刺杀警察事件 遇刺的两名园警都已经送医 其中一人重伤只是没有生命危险 嫌犯则是当场被警方用电击枪制服逮捕 还好这起袭警案已经排除跟恐攻有关 特别是女王国葬前 伦敦街头四天内估计会涌入超过两百万人 伦敦警方每天部署上万警力 目前安放女王灵鹫的西敏厅外 更安排了一千名援警警戒 另外还有一千五百名军人协助维安 伦敦空中交通也将暂时关闭 不过十七号国葬当天英国维安绝对更棘手 超过五百位外国显贵将来放 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士 到法国总统马克宏都会现身 现在英国政府要求各国缩减随行人员 唯一的特例是美国总统拜登 维安人员绷紧神经 尤其国葬当天女王将从西敏厅 引领到西敏寺之际 王室成员包括国王查尔斯三世 王储威廉等等 都会搭着没有棚子的马车随行 百万民众夹道致意 当局维安将面临可谓史上最大挑战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